小亮 小亮 妈 我上个厕所啊 馨总 您好 我是姚总的病运署麦承欢 麦小姐 您好 您好 是这样的 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 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 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好 你们姚总是大忙人 真的是突发情况 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 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 又对我们得山家居的期望甚厚 也不想接洽延期 所以才委托我前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姚总 对我们得山的重视 是的 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 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 我们得山家居近期的生产 还有供应租 你干吗去 过来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 这是我的儿子新家亮 家亮 你们认识 爸 这是我女朋友 好 抱歉啊 姓总 我们今天聊工作 我们还是先 先谈公事吧 我 有点不太明白 你们姚总到底是公务繁忙 抽不出身来见我呢 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 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 新总 我之前不知道您跟家亮的关系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所以我们姚总更不可能知道 她今天叫我来 是想跟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 让岳达跟德山可以成为 更加知根知底的合作伙伴 诚意是满满的 我明白了 错误在我们那儿 肯定是我们相关的责任人 没有跟你们姚总对接好 这个是我们错了 这样 从今天开始 德山和你们所有的对接工作 我亲自来负责 你们姚总想知道什么根 想了解什么底 我们如属风尚 你看可以吗 我会转告姚总的 好 这样 今天既然你们姚总工作忙 我们下次再约时间 你看可以吗 那我送您 谢谢 这边请信号 好 姚总 您慢走 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 向您表达歉意 可以 那我恭候 姚总 慢走 爸 你先下 再见 来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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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行吗 其实我爸就是开了一个 普通的公司 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 我 没有 新嘉良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 你的人设是一个互飘 家居设计师 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 齐太 我想问一下啊 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 你说你吃不过上海菜 我就随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 你看上了哪双鞋 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 你说公司要优化你 我给你做方案更数值总结 我帮你面试裁判 让同学内推你 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 新嘉良 你把我当傻子是吧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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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把我耍得团团转 你是不是特别地开心 包括你 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 开始的时候我确实 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 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 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 但我害怕我说你生气 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 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不会再信了 别别别别 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发誓 我是真的喜欢你 这样 你想好好上班 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好好地跟你认错 我好好地跟你姐 你晚上不用来了 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欢欢 欢欢 请 姚总 我刚刚见到星总了 跟星总聊得怎么样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 星总 星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 我今天第一天知道 他也是第一天知道 所以他以为我凭借这层关系 想摸到德山家居的底 对我有些戒备 对不起 姚总 让您失望了 没那么严重 谈恋爱是你的私事 况且你今天也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 不用想那么多 关于你的工作 我会考虑 对不起 那么多钱 感谢观看